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刚上线 就看到一对吉尼在修恩暗 他们也太猖狂了吧 居然修到小强家里来了 我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强行为狗粮的 决定小欧乃 现在王家的套路都这么少的嘛 就先感觉跟不上了呀 真想一棍子敲倒这两人 算了咱们还是离开吧 眼不见心不防了 今天也是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没错 小强终于当上广理员了 真是太爽了 最近市长和高管都挺忙的 已经很久没上线了 所以小强也就顺势三位 美之之痒 熬了我这么久 终于可以当一伙高管 过过瘾 现在小强可以批小伙伴们入营了 如果大家想要一起玩的话 可以直接过来哦 这里不看等级 只要是小强的粉丝 我都会很宽宁的 小强的职权也是不多 除了批人之外 也就能弄弄福利箱 税率和金库物资什么的 为了给小伙伴们更多的福利 我也是偷偷把营地的税率调到最低 嘿嘿 长久下来也是能省一笔小财富的 另外如果小强没空的话 也是可以找这位ID叫小强 我爱你的王家 这是小强的铁粉 他比我的权力还要多呢 你们可以找他申请助营 甚至还可以让他给你们弄个荣耀市民哦 嘿嘿 这样有好消息 咱们肯定得宣传一下啦 小强玩这游戏也有一年多了 才是第一次当官呢 这么快就有人试疗了 看来小强还是很有魅力的嘛 这粉丝也是个急性子呀 立马就过来了 还有很多人也都私信我了 看起来这营地要热闹了呀 难得今天这么开心 过来帮粉丝打打铁手吧 用星象打铁手就是双羊 每发都有两百多的伤害 简直就跟打小怪一样 特别轻松 本来小强还打算用个踢基数啊 看来只是没必要的呀 好的 这边也是成功推倒Boss了 营地金库的物质好多呀 真想把他们全部都搬回家 要是这些物质全给小强的话 能换不少的纳米材料呢 可惜可惜居然不能直接取出来 小强也是仔细看了一下营地buff的效果 个人觉得进飞区炸鱼这些都不怎么好 就这个赤色瓶子的效果不错 我们就选他了 达成效果的话 能给我们提供红瓶呢 还是挺ok的 小强也是搅劲脑子啊 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营地的物质都搬空 毕竟这物质实在是太多太不老 放着不用很浪费啊 最后也是被我悟到一个小手段 没错就是利用V箱一点一点的挪出来 本来小强是想要领十个锦领的 但很可惜这里面没有 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弄点其他物质了 这个兽井很不错就选他了 我们领完的时候再回收一下 不要被人发现了 要是被市场知道 绝对会把小强人撤住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下期了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